我是寫程式的 就諮詢人員 就不是很忙碌 然後它也不是我討厭的工作 只是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把我的一生 都耗在這裡 我就要去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熱鬧的林森路上 有條小小的巷子 小巷子裡有間小小的店 黃黃的燈光透露著溫暖的氣氛 這裡是小巷貝購 老闆是青年級生洪韋君 大家都叫他大眼睛 2010年 他辭掉原本的工作 獨自前往花蓮 他跟著騎三輪車 買貝果的老闆 學習製作手工貝果 後來他也買了一部三輪車 他騎著三輪車 沿路贈送貝果 也把好吃的貝果秘訣 都帶回高雄 遇到 幫我做那一台三輪車的老闆 對 他也在花蓮 然後他答應了高雄的廠商 然後做好三輪車要直接送過去 然後在路上遇到 然後那時候我的三輪車 又剛好壞掉 就很巧 然後剛好遇到他 他就說 就走啊 我載你去高雄 然後他順路要去 然後猶豫了一下 因為那時候真的很慘 就在那個南迴的路段 然後三輪車沒有辦法走 我就停在那邊不曉得怎麼辦 然後考慮一下 我就覺得 可是我都已經騎了 不曉得是第三天還是第四天 然後到這個地方了 如果上了他的車 我覺得我整個路程就是中斷了 然後好像沒有那種 堅持到底的決心 所以後來我就婉拒他 這個是我覺得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好像都會遇到一些考驗 小小的店 餐店可不馬虎 營養的現打蔬果汁 和各種口味的手工貝果 是客人們的最愛 特色就是我覺得 先說它 因為它是手工做的嘛 所以跟機器也當然就不太一樣 然後外皮的部分 我會覺得可能沒有一般 因為有時候我吃外面的貝果 我會覺得外面那個太潤 我自己會咬不動 對 所以我有針對這一點 然後做一點調整 然後再來就是貝果是因為 它跟麵包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要進烤箱這些 要先水煮過 所以才會有那個嚼勁 然後貝果的話就是 要花時間讓它慢慢發酵 所以才會有那個 可能外酥 然後內Q的那個口感 店內有許多客人留下來的文字 狐狸大眼睛也勉勵自己 許多人都很佩服大眼睛的勇氣 也有不少人受了它的影響 而決定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雖然夢想與現實 還有一段距離 但客人的讚賞 是它繼續走下去的最大動力 小巷貝果只有每個禮拜的 五六日才開店 其他時間大眼睛也沒忘了 之前在花蓮時 沿路將買貝果的那份純針 穿梭在大街小巷 騎著從花蓮騎回來的三輪車 大眼睛每天下午都會到定點販賣貝果 有時候在氣線國小 有時候在高市大 今天則是來到了五福路上的高雄女中 貝果共有六種口味 全麥貝果 雜糧貝果 蔓越莓貝果 萊姆葡萄 義式番茄 還有巧克力核桃 因為天然食材又不經過油炸 低熱量的手工貝果 很受女學生的歡迎 在平身一路的巷子裡 巷子 對 你有拿過名片嗎 裝一起嗎 裝一起就好了 好 就覺得看起來很好吃啊 就覺得看起來很好吃啊 就覺得看起來很好吃 就覺得看起來很好吃 就感覺很適合當天見 就感覺很適合當天見 番茄 雜糧 呃 這賺得對不對 對 蛤 他們都是真的 都是 因為妳的鼻子是假的 所以我要知道 他們是真的 他們也是真的 我有真的鼻子啊 在你裡面 客人給我的回饋也會成為我 就是繼續往前走的動力 對啊 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 我一個人也沒有辦法繼續經營啊 對啊 好 我說上次跟妳買一次 每個口味都跟妳買後 沒看過妳 有耶 我都大概五點多到啊 然後聽到快六點這樣 你五點多到其他這邊 我怎麼都沒看到妳 不可能吧 真的嗎 吃過妳的配果很好吃 叫我買 我說也沒看到妳 然後妳家在妳車路那邊好遠 我說我也不方便過去 車上來買了12個 12個算多還算少 算多 很多嗎 最多有 最多 你說從以前賣到現在 不是啊 最多一次可以買 最多一次可能買20個吧 我現在載出來的數量大概都 60到70規定 有人 對啊 買20個就等於買掉三分之一了 對啊 嗨 嗨 嗨 一個藍米粉 好 好 小小的貝果 是大眼睛實現夢想的籌碼 除了分享美味的貝果 她也結交了許多朋友 還把自己收藏多年的書 全部都搬到店裡來 希望將來可以增加更多的長數量 然後讓大家可以享受一個 很安靜的閱讀環境 就很忙的時候會很希望 突然有小幫手或天使出現 對啊 不過我覺得一個人也有好 就是你一直在鍛鍊你自己 就是不用 不會產生太大的依賴感 對 就是所有事情都是獨立完成 那你之後 就是讓自己變得更堅強更強壯 才有能力去做更多事情 夢想四數 要用熱情灌溉 因為對我而言 我覺得我去花蓮 然後離開花蓮 回來高雄 我覺得我自己最想一顆種子 對 然後我希望我現在回到高雄之後 就落地生根 然後希望自己有一天 可以長成一棵大樹 那我的夢想可能就是 說好聽 可能是希望世界更美好之類的 對啊 那要達到那個夢想跟目標 就是需要熱情支持 然後就把熱情當作是樹的養分 要不斷地灌溉 乘坐開往夢想的緩慢列車 重新發掘生活中的簡單美好 大眼睛的勇敢故事 還有它美味的貝果 就在小巷裡 飄上著那股微微的香氣 還有感動 等下 點燈 讓你否認出 點燈 點燈